就带他去頤祟宾 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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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可以讓我們動腦 自己做 有時候寫真實想要寫快一點就很傷透腦筋 要給他結他好 他們從小就有機會接觸到各種不同的科技、人文 以及我們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社團 他們通過這些社會資源 帶動他們的學習 提升他們的興趣 那在未來他們有更有機會 可以接觸到更多更廣的知識以及人文 帶了孩子一步一腳印 讓他們實作思考 然後進行到工作 然後最後有一個有趣的遊戲 讓他們在這個過程裡面學習到 如何跟同學互動 能夠自己獲得成長 然後也能夠分享自己的所學 對付陪伴小朋友 還有教導小朋友的成分變多了 我看到對付跟小朋友在互動的過程當中 因為畢竟是比較 有點像是一對一或一對二的教學 那小朋友吸收的程度 還有他們的反應的 給我們帶來的回饋 也是就是超乎我的預期啦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合作方式 然後還有這樣的教學的方式 是蠻值得繼續往下做 那期待下一次也是可以透過一樣的方式 讓小朋友進行學習 就原本是就會有點擔心說 會不會很難讓他們這三天 就是把東西學會 但是當可能實際要開始下去操作 或者是團隊要一起結一個任務的時候 他們其實又會變得很團結 然後這個反差我是覺得還蠻感動的 就是好像真的 他們要一起完成一件事情的時候 就還是會很努力的去完成 有的時候會因為風的影響 或是因為其他因素的影響 讓這個無人機就很容易偏離跑道 所以他們在過程中就很容易去啟發說 那他要怎麼樣去修正這個 一些小的角度這樣 我覺得這點可能可以去訓練他們說 對於事情的一些敏感度 比如說他遇到一些小的事情 他要怎麼樣去想 他細微的東西要怎麼調整 我覺得這次蠻棒的 因為我沒玩過 所以想嘗試看看 因為覺得很有趣 第一次的體驗 可能就是自己做好之後那個興奮感 謝謝台灣大哥大為我們帶來的活動 謝謝台灣大哥大讓我們有這個機會 去玩到原集 字幕 剪輯 我們錄製 我們到處理 precaution 差聲 以為我們